好这个马路如虎口 不论是停车还是行驶周 都得要格外的注意了 玉璃镇晚间8点多呢 有一名女骑士 疑似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 不慎追撞到停靠路旁的卸货大货车 那么玉璃警方表示呢 这个大货车司机虽然开启了警示灯 并且在后方设置了三角锥 但是临停的位置妨碍到了交通 因此也吃上了一张围停的红弹 晚间8点多 这名25岁的女骑士 沿着中华路往北骑 疑似为注意车前状况 不慎追撞到停靠在路边的大货车 车毁人伤 随即被货报到场的救护人员 送医后转花连慈祭医院 一时清醒 玉璃警方表示 这一起机车追撞大货车的交通事故 虽然熄火临停卸货的大货车司机 有开启大货车警示灯 而且也在后方设置了交通警示设施 只不过违规停车明显有妨碍通行 因此警方是依照道交处罚条例 储新台币600元到1200元罚款 一部普通通人机车 不慎追撞熄火卸货的大货车车尾 经警销到场后 迅速将机车骑士送医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经了解双方均有驾驶执照 并且没有酒驾情形 而大货车部分将依据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56条第一项第五款 在险有妨碍通行之处停车 储新台币600元以上 1200元以下罚款 最后也提醒驾驶交通工具 应注意车前路况 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警方也再次呼吁驾驶用路人 应保持专注 并随时观察前方道路 和周边环境的变化 尤其在夜间或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务必开启车灯以提高可见度 确保自身以及他人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玉璃正采访报道 最大的丢驟 再次站在the 转换的 这一转换的 跟手有任何 与 微量的转换的 感谢观看